吉安湘公所9号在吉安苗圃园区举行的太鲁阁主感恩纪活动 除了用歌舞感谢上昌还安排了一连串的生活记忆竞赛 希望透过活动结合教育把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族人们分工合作不停地垂打容器中的稻米 一旁的妇人则是一群传统功法将稻米完成脱壳 这是吉安湘公所9号上午在吉安苗圃园区 所举办的太鲁阁主感恩纪活动 部落族人们席家带卷全家出动 除了以歌舞感谢上昌 现场更安排了一连串的生活记忆竞赛 在19场的阿美族风年纪之后 带来的就是德鲁满满的感恩纪 吉安湘不分族群能够共荣共好 我们看到族人开启了不一样的文化学习 也带来德鲁满不一样的文化传承 相信这是吉安湘公所必须要用心推展 保全所有族群文化的一个精神 今天非常看到大家一起集结到吉安苗圃 来共同承担起所有感恩记忆 看到波玉米比赛倒小米 以及过去在部落里的代代传承的一个 这样的竞赛 我们相信责无旁贷 吉安一起努力 让族群融合共好共荣 吉安湘公所依循太鲁阁族人在山上的生活方式 进行安排活动内容 包括竹筒饭制作 倒糯米 锯木头 传统碑融接力 新火相传等趣味竞赛 让部落各年临层的族人都能一同参与 希望透过活动结合教育 将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也凝聚大家的相信力来认同文化背景达到传承的目的 记者徐立琴 简香报导